影响地球大气层各层面的大气温度的因素包括传入的太阳辐射 湿度和海拔高度 1. 入射太阳辐射 直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辐射量 入射的太阳辐射量在一天和一年中都在变化 这取决于地球在其绕太阳轨道上的位置 2. 湿度 湿度是指空气中存在的水蒸气的量 入射的太阳辐射会透过加热地球表面来影响大气温度 入射的太阳辐射被地球表面吸收 导致地球升温 然后这些热量透过传导 对流和辐射传递到大气中 结果 大气温度升高 然而 大气温度也取决于其他因素 例如湿度和海拔高度 湿度透过多种方式影响大气温度 1. 蒸发和凝结 湿度影响大气中水蒸气蒸发和凝结的速率 当湿度高时 空气中存在更多的水蒸气 从而增加蒸发和冷凝的速率 这导致空气中水蒸气含量增加 进而导致大气温度升高 海拔高度以多种方式影响大气温度 1. 海拔高度影响下降率 下降率是指大气温度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降低的速率 下降率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这意味着大气温度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2. 海拔高度影响大气压力 大气压力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降低 也就是说高海拔处的大气压力低于低海拔处的大气压力 大气温度是地球大气层各层面温度的度量 这取决于许多因素 例如传入的太阳辐射 湿度和海拔高度 在讨论地表温度时 某个地理位置的年大气温度范围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本气候分类所测量的生物群落类型 科本气候分类是一种根据月平均气温 降水量和湿度对一个地区的气候进行分类的系统